时间,秋时的第一消息和最新消息 现在没有任何人有秋时能报到的消息 我跟大家说,我据可靠消息 这个我说实话啊,我不能说是哪儿的消息 但是一定是可靠消息 第一,秋时,现在有几个第一 大家记住第一个点 秋时现在身体健康 没有任何不适 没有发过病 第二 第二 第二,现在秋时仍然在监控掀款范围内 现在应该不在武汉了 不在武汉内,不在河北了 在监管范围内 具体的地方不清楚 李泽华上次说在天津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这是第二点 这是秋时的事 秋时没有回到家里 法律 就是说就是在我机关内住着 在我机关内住着 我也不能说太详细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也是最高兴的 就是相对来说 最兴奋的一点 我期待开始说 没有人知道 我告诉大家 第三点就是 目前为止 掌握到的证据和调查陈秋时的所有问题 包括海外账户 海外问题 包括他在香港问题上的 见人 和是在日本去见了谁 我有关部门已经完全查清 包括秋时到香港 包括秋时到日本 那么我有关部门 是已经严厉的 就是非常严肃的去查 他的海外的关系 当然了 包括东哥的也是啊 也查个六够啊 查完之后 现在确定 目前啊 我说的是目前 咱不对 秋时进行法律上的起诉 也就是说 秋时不会被判 秋时应该不会被起诉 这个是可以说重要的部门跟我说的重要的事